今天立法院裡面 除了有超越協商之外 另一個重點就是朱立倫 他也來跟所有的委員們 說說話了 他說現在之後 會常找韓國瑜 還有縣市首長 一起來團聚 不會再讓他們受委屈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過往的這一段時間 確實啦 當執政黨是民進黨的時候 很多地方縣市首長 講的是第一資源不在我們這邊 第二要什麼沒什麼 第三常常會被惡意的扭曲 像是什麼 像是這一位張善政 張善政現在他就講了 怎麼過年發個春聯都會被講話 這一次他的春聯寫什麼字 叫龍來逃喜 逃是桃園的逃 結果被他們當地的議員 于北辰唱說叫做逃死 這個就不對了 大家就講說那個音也差很多 現在你們是想要講什麼 畢竟之前鄭文燦 蔡英文也都寫過討喜 這個討喜跟這個討喜 不是都一樣 你之前沒有問題 怎麼現在就有問題了 另一件事情在台中 台中終結的事情 現在說新的一個氣象之後過了 但是瘦肉經的問題 現在是在過年前 可以說所有的家庭主婦 所有的家長非常在意的一件事 就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到底他的狀況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是 國民黨現在提案了 他們說要說法來強制標示 到底有沒有瘦肉經的問題 但是另一個問題是什麼 是中央的部分 看到了好像常常在講說 不是嘛 我們已經採檢了大概四十幾個都沒有 那現在這個項目 是不是你們搞錯了 好像是要講說是台中市搞錯了 在今天台中市長羅作業講話了 他的說法是說 不是嘛 你這樣的講法我瞬目解舍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有查到 而且查二十幾次 就是真的有查到 那一盒是有問題的 那你難不成叫我有問題查到的時候 叫我不要講嗎 難道等大家吃完了才講嗎 到底是人民重要 還是廠商的利益重要啊 如果跟人民的健康安全有關係 他認為食安最高原則就叫做 寧快勿慢 寧緊勿鬆 現在出面回擊 大家也講了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是從 這一個星期就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現在才說 會不會其實也是先前 先讓子彈飛一會兒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講出的第一時間 其實中央這邊就高調的反對之外 他們的民進黨立委 也跳出來說話了 蔡毅宇陳庭妃通通說了 台唐現在如果台中市說你 你要真的不是的話 麻煩你快點提告吧 要台中市交代 他們找到的檢驗資料 這兩個人出來開記者會 大家開始在講 是不是有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因為過去的時候 同一位委員 是怎麼講瘦肉筋的 馬英九年代他說 不能有 百分之0.001ppm這樣子的檢出 要零檢出啊 過去是說要零檢出 連檢出都不行 現在是說 0.002ppm的瘦肉筋 你就應該要去提告 經費洗筆 好像委員 現在數學 邏輯不太一樣了 那甚至呢 這個徐曉星就直接講了 王必勝說啦 說這個不信嘛 這一定要好好來驗一下啊 對不對 那他開始在酸他說 那怎麼樣 DNA 你的小朋友的DNA 要不要驗啊 等等等 這一些不管怎麼說 對於民眾來說 你可能覺得是政治語言 對於我們百姓來說 我們只想知道一個真相 就是肉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真的只想知道這件事 好啦 現在呢 中央地方各說各話 那怎麼辦呢 那所以就是開始驗了嘛 民進黨立委一直在講說啊 這個豬農的損害 現在是沒有辦法彌補的啦 那到目前為止 到底是不是烏龍一場 如果是的話 一定要告啊 一定要求償啊 但是台中的委員就直接講了 說檢驗的時候 彼此之間台中讓中央 讓專家學者來看 那中央在檢驗的時候 為什麼不讓台中這邊 是否來加入 讓人員去參與整個檢驗過程呢 彼此都對得很公開嘛 到底民進黨的立委 民代這一輪也加入了戰局 有沒有辦法拔出肉中刺 又或者是說 現在這麼一件事情啦 對於百姓來說 年節之前 能不能趕快 小年夜之前剪出來 那能不能趕快給我們一個答案 讓大家能夠安心 因為兵哥對我們來講 第一嘛 就是這個肉的問題 現在春節之前 能知道的話 你能告訴大家 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肉沒有問題 安大家心 另一件事情是 政治上面的話題了 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現在呢 跟以前不一樣啦 國會最大黨變成了 國民黨朱立倫講的 以後不要再讓縣市手掌受委屈 我米南語比較沒那麼好 彥宇米南語很強 陶喜怎麼唸 陶喜 陶不 陶死 陶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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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哪裡唸起來像陶死 我就不覺得像 我還特別跟專家確認 我不是專家 我不是專家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 御家之罪何患無辭 特別是這種命中率 百分之兩百一的 于北辰將軍講的 我就覺得 基本上已經沒什麼討論必要 他在過年以前想找個話題而已 因為我們都知道過去 陶喜這個是 陶原市政府已經用了好幾年 陶喜這兩個字 那奇怪 你以前都不覺得有問題 現在突然之間覺得有問題 那到底誰有問題 不就很明白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一個人想要出風頭 那至於食安問題 我百分之百贊成 未來就是有收入金的就要標示 這也是當初我們一直強調 也就是好 你迫於美國的壓力 你必須要進有收入金的豬肉 那你就標示 就告訴大家就好了 不怕的人自然就會去吃 然後民進黨之前跟我們扯什麼歧視 什麼亂七八糟 我都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好歧視 他家的收入金 搞不好有人覺得風味絕佳 他更想吃人家 專門要找收入金吃 記不記得陳時中 還跟我們講什麼 你想找都找不到 對不對 那搞不好就是有人想找 你都忘記他們的福利 就標示清楚就好了 但是整件現在 台中市衛生局這個東西 我真的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他驗出的不是萊克多巴胺 是西伏特羅 西伏特羅其實我說真的 陳妮菲講的沒有錯 一點都不可以驗出 真的是完全不可以驗出 因為很簡單 全世界都公認 西伏特羅的毒性是很強 這個是不可以 現在不可以用在豬上 全世界各國幾乎都是不同意 那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 那現在就是羅生門了 那羅生門沒關係 我們遇到這種羅生門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用科學的方式去檢驗 把東西檢驗出來 看到底有沒有就知道了 我覺得很好笑的就是 他說中央我們檢驗了45次 都沒有驗出來 你台中市檢驗報告交出來 我覺得這個要求合理 台中市檢驗報告應該要交出來 那你中央驗了45次的報告 是不是也應該要交出來 不是一樣 大家都對等的 為什麼只有中央的可以這樣 我說我45次就45次 你到底怎麼檢驗 你是不是也應該要拿出來給我們看 還有你檢驗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們都知道台糖沒有養那麼多豬 他在市面上賣的豬肉 很多不是台糖自己生產的 那請問一下 這些豬肉到底從哪來的 是我們其他的豬農養的 還是從國外進口的豬 因為我到現在一直很納悶 我們每年進口上萬頭的美豬 就市面上從來沒有驗出過任何萊克多巴胺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太多的謎團需要去解釋 那當然如果最後是台東衛生局驗錯 當然要給社會一個合理的交代 那如果他驗對了 請問一下怎麼辦 那我到現在就不明白 中央為什麼不能 你們也派人去台東衛生局 台東衛生局也派你去 我們雙方互相監督 看檢驗過程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結果中央不肯 請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做賊心虛嗎 還是你們掌握了什麼 最高機密檢驗的方法 不能夠讓其他人知道 當然在這過程當中 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跟政治攻防有關係 但對百姓來說 對一個家庭主婦媽媽來說 我們是想仔細什麼 就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在高雄跟台東應該要一樣 食安在全台灣都應該要一樣 那就告訴我們答案 統一標準 來 宇軒 所以從這兩件事情 你要理解民間一個邏輯 民進黨向來是以選舉佈局選舉 就是說選上之後 你以為要認真施政 認真指政 沒有 現在不管打盧秀也好 不管連張善政 我坦白講 他們目標很清楚 就一件事情就2026年 就是說他們已經開始 他們的選戰模式 這不管是民進黨或新潮的 一概的做法 但我不僅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 對 我知道你于北城數學不太好 就是說飛彈攔截率210% 然後你軍事專業可能有點問題 但我不知道你連台語跟中文都有問題 那台語中文有問題就算了 就是土彗 彗 彗書好不好 連這種東西你都不會念 你要把彗變成死 我不知道你是大舌頭嗎 還是你太常跟柯建民講話嗎 這兩件事情 再來 你作為一個桃園市議員 然後你唯一要監督市長的是說 你春聯寫的不對 各位 你監督市長說你春聯寫得很不吉利 這是偽災市議員 監督素質如此 我真的嘆為觀止 各位 我們桃園有一位市議員 他監督市長春聯寫的不對 他名字叫什麼 于北城 那你要不要乾脆去看一下柯文哲的春聯 你還說說柯文哲的春聯字好醜 講這種話 這種等級 市議員問政好不好 了不起 再來第二件事情 盧秀燕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各位 現在這大問題 是衛福部跳出來 又變成廠商的代言人 要記高端暗中 我不明白 今天台中市政府 不會無緣無故跑去找台糖麻煩 為什麼要驗那麼多 是理由很簡單 因為連台中市政府都不敢自信 台糖 對不對 像萊平 自由養怎麼會出這個問題 所以才會多次複查檢驗 然後得到這樣的結果 跟社會大會公布 而你作為一個中央主管機關 真正應該要做的是什麼 把這個事情的真相釐清 而不是配合民進黨的立委 然後跑去指責說去告台中市政府 去告 對不對 然後現在跟我講說 因為我們要捍衛廠商商譯 不要噁心了 什麼傷害豬農不要噁心了 為什麼 因為當初在衛藥案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民進黨傷害了 所有幼教師生的權力 幼教師生的信譽 有沒有後來有半句話去道歉 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 通通裝聾作養 所以不用在這邊跟我噁心 說什麼你要捍衛豬農權力 等你先把師生 幼教人員 他們的信譽還給他們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請教綺 順哥 這個台中的查出台塘梅花珠的 西布特羅這個事情 我覺得在政治宣傳上頭 政治傳播上頭 我覺得民進黨犯了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錯誤 因為我覺得從一開始 這個盧秀燕台中市的衛生局 做了這樣的一個公布之後 民進黨幾乎是請全黨之力 再進行一種反撲 而不是一種站在民眾食安的 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去要求趕緊的去徹查 同時先行下架 把所有可能的這樣的一個通路 通通先阻斷 然後再進一步的去追查 然後事後如何再去追究 如果不是的話 再來追究台中市政府的責任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維護民眾食品安全的政辦 但是捨此不圖 我覺得特別是以王必勝 來作為一個主攻守 我覺得他又進行了一種 所謂的外遇的膝蓋反應 所以外遇膝蓋反應 就是人家指他外遇以後 他開始就看他旁 東扯西扯了 然後企圖誤導大家對於他外遇的 這樣的一個指責 他就這種叫外遇膝蓋反應 他采取這種外遇膝蓋反應 我覺得又開啟了所謂的戰鬥模式 我覺得2024的選舉已經落幕了 大家是不是朝野能夠基於國家發展 以及人民福祉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正視這樣的一個實案問題 我覺得這非常好 這個是在選舉之後 第一個來檢視朝野雙方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 共同的議題焦點 然後大家試圖來去做解決 然後嘗試去做一種合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試金石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民進黨 我覺得錯過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你看看連薛瑞源 那種防堵的做法 他說111年 因為我們開放了萊克多巴胺的以後 所以地方自治 有關於食安的這個部分 其實已經跟母法抵觸 而作廢 而失效 千萬要注意 有關於這件事情的失效 不是薛瑞源的認定 這恐怕還要再經過大法官的視線 或者是可能會有爭議的 一些相關的調處 因為這個法律上的適用與否 絕對不是一個你主管機關 說了算的一件事情 這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有關於民眾食安 生命財產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2020年剛剛爆發 剛剛爆發這個COVID-19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一個吹哨者 李文亮 後來他就跟同業提醒去注意 後來也是被中共當局 極權的施壓了以後 不是疯 in要的 如果可以あり kep 座 那是這樣的 ICO 零 零 感谢观看